我打赌你绝对没见过如此变态的男友 眼前这个一米八的帅气小伙 一言不合就砍掉了女友脑的关 而且还要抱着尸体睡一醒 打开以后里面这个女性也透露 非常恐怖 女死者眼皮上翻 眼睛鼻子嘴都浮起来了 这个头发因为在时间长 泡到水里 动他就脱落了 由于女友长得漂亮 身材又高挑 最大好行李香都装不下 于是他就分尸 一系列操作 把警察都整恶心了 这次为何如此狠毒变态 看完一定可以睡个好觉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时间 时间2012年8月8日 地点河南郑州 小雷是美丽坤丽河的河道清理工作人员 这天他在河里捞到一包 由数万只苍蝇宝宝护驾的包装带 而且还散发出一股闻所未闻的倾向 在强烈的好奇心 趋势下打开一看 隔夜饭差点没给整出来 小雷捡到脑袋官 也不敢据为己有 只能颤颤巍巍 用手机摇人 很快 民警闪现赶到现场 展开了细致勘察 民警发现 人头被塑料袋包裹 再用一条白底红花的碎花裙 裹在最外一层 连同一块人形道上的底砖一起 装在一个黄色的手机包装带里 打开以后里面这个女性没透露 非常恐怖 这个 女死者 眼皮上翻 按我所谓巨人观 已经泡了 分不出来者 眼睛鼻子嘴都敷在出来了 应该都非常猙獰了 这个头发因为在时间长泡到水里 已经就是一动 它就脱落了 明显地 这个脖子处是一种 刀砍的 很显然 自杀肯定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唐人皆明侦探 唐人都能看出来 这就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人碎尸炮事案 为了找到剩下尸块 民警一路人马亲自下河寻找 另一路人马对附近群众进行走访调查 然而军一无所获 法医通过对头颅进行技术扫描 还原了人头的原貌 试检结果显示 女人是在五天前被掐死或者捂死的 脑袋被割下的时间是死亡24小时以后 你可能会说加一块砖头也能浮起来了 那就听听警官怎么说 根据远抛近埋的道理 第一案发现场肯定离得比较远 看多了碎尸案的臭宝们都知道 这种案子首先是要确认失源 警方立刻着手开始排查整个郑州市符合条件的20到30岁的失踪女性 然而忙活多日忙了个寂寞 一个也没笔中 而且死者的家人也没有要报案的意思 那就有可能是外地来打工的小姑娘了 与此同时 一组民警对装人头的黄色包装袋进行了调查 然而这个袋子使用的人太多 又是查了个寂寞 另一边 民警又在各大医院诊所去查缺牙患者记录 然而还是查了个寂寞 如今据发现人头已经过去了三四天 砍头案没有任何进展 着实给周边老百姓造成了心理恐慌 所有线索都没能继续下去 下一步该怎么办 警方不得不向社会发出密集的悬赏通告 以此收集有价值的线索 左边这颗人头放在通告里 着实有那么一丢丢小恐怖 不知道有没有郑州的大宝贝看看 很快有个男子向警方打来电话 说这颗人头的下巴 缺牙和碎花群跟自己的前女友惊人的相似 办案民警洗漱望外 立刻驱车找到了该男子 原来这哥们姓金 他的前女友明巧记小凤 从事软件硬化工程师工作 是在08年左右 他去这个路边这个按摩房 去按摩 认识的 河南去马店去 年龄大概在26岁到17岁左右 他们这个女的是从事色情服务 在按摩店当按摩女 他感觉这个 他俩在谈恋爱之后 还一直从事这个职业 由于近小凤是个事业型女性 金某最终还是断绝了男女朋友关系 但是非手了之后 他还是感觉还是对这个女的念念不忘 把民警到近小凤的工作室了解情况 听说近小凤在失踪前 与一名256岁的高个子男人来往密切 最关键的是 这名男子在近小凤失踪后 他也在没路过面 这就有说法了 为了了解更多 民警找到了近小凤的住处 刚到楼下 金某就认出了近小凤的现任男友 从房里出来 于是民警派了一拨人跟着他 另外一拨人就找房东拿钥匙进屋 一探究竟 打开门一看 是个单间配套 房间乱得不得了 乍一看没啥 仔细一搜 搜出个锤子 一把带血的锤子 另外 卫生间 墙上都发现了喷溅是血迹 像极了凶案现场 民警立刻回到局子 对采集的血迹样本进行检验 通过与人头的DNA进行对比 可以十分肯定的说 人头和血迹就是近小凤的 这就很明显了 近小凤的现任男友 有着重大的嫌疑 于是警方轻松的逮捕了他 龙东强26岁 江苏严城人 近小凤的老板 也证实他就是经常光顾近小凤的男人 在大记忆恢复术下 齐德龙东强承认了他就是杀害近小凤的凶手 经齐德龙东强供诉 他从小家庭条件上 全家人靠打鱼为生 两年前他来郑州当木匠 生意还算不错 有了钱就喜欢找地方放松 以此偶然的机会 见到了年轻漂亮的近小凤 两人相见很晚 这个齐龙东长得也算一表人才 一米八多的个子 这个近小凤长得比较漂亮 平时打扮也比较时尚 比较会说 比较会哄别人开心 哄男孩子开心 因为这一点把这个情形都吸引住了 近小凤与齐德龙东强相恋 根本不需要过程 二人很快便同居 齐德龙东强说 近小凤是他的初恋 他对近小凤可以说是付出了所有 在郑州当木匠挣的所有钱 都花在了近小凤的身上 为了二人的将来 齐德龙东强更是要求近小凤 放弃现在的职业 以后近小凤就让他来养 刚开始 近小凤还挺感动 没过多久 新鲜劲一过 齐德龙东强就经常找不到近小凤 因为他还跟很多男人有着来往 这可把齐德龙东强气的撞墙 于是二人经常一言不合就展开文斗 关系也开始恶化 然而齐德龙东强却动了真格的 他提出要跟近小凤结婚 近小凤当然是宁死不从了 8月3日晚齐德龙东强干完活回家 发现近小凤又出去挣钱去了 气不过的他飞奔到近小凤的工作室 把正在干活的近小凤扯了出来 近小凤当时活也干不下去了 就骂骂咧咧的跟起某回了家 回到家里 文斗非但没有停止 还上升为了武斗 齐德龙东强把近小凤骑在胯下 双手轻轻的掐住近小凤的脖子 齐德龙东强本来没打算下死手 然而接下来近小凤的一句话 给齐某夹了一把祸 近小凤说道 你有本事就掐死我 不然咱们就分手 谁知道 齐德龙东强还真就听了他的话 双手一使劲 近小凤当场就挥泪告别了人间 看着安静下来的女友 齐德龙东强反而感到了一丝 如是重负的感觉 不一会儿竟抱着尸体睡着了 没想到才一晚上 第二天一觉醒来 近小凤的身体就有了明显变化 他发现这个近小凤的这个尸体上 已经出现了一些 一紫 就是一块紫一块红的这种情况 这个咱们所说的尸斑了 之后他也有点急了 就说这不行 他不能一直在这放 于是他就外出 出去去火炽附近 这个香包城 买了一个箱子 然而装尸体的时候 骑的龙东强才发现 这怎么跟平时看到的大案不一样 尸体根本装不进去 他转头一想 有可能是近小凤的个子 比较高的原因吧 于是聪明的脑袋官一转 就想到了碎尸 然而最后还是发现 手脚和身子装进行李香了 头却装不进去 于是就随手拿了一条碎花裙 把头一包 塞进手机包装袋里 骑的龙东强告诉民警 躲尸体确实很累 他足足跺了好几个小时 中途躲不动了 就小睡了一会儿 休息好了就起来接着 很平静感觉 感觉可能就是因为 偷过东西 把人打了一下 就这种感觉 办案民警听到他描述作案经过 都感到头皮发麻 而这小子却一脸平静 感觉就像平时杀鸡宰鱼 一样无所谓很平常 8月14日 骑的龙东强带领警方 在郑州往西行阳境内 一片玉米地里 找到了装着近小凤身体 其他零件的行李墙 技术人员去找建议之后 这个黑箱子周围已经爬满了 蛆肉蛆 比较恶心 我们技术人员穿上防护服 把这个箱打开了之后 里面已经高度腐烂 我们后来又到这个近小凤的老家 给他的儿子老丈夫的 因为DNA采集了之后 进行了亲缘亲属的比对 证明了 也确定了 这个死者 我们发现同如 这个尸体躯干 就是近小凤本人 好家伙 直到最后这一刻 齐的龙东墙才知道 他深爱的女人 原来早就结了婚 还有个两岁的儿子 他得说 凭着自己面相比较好 比较讨男人喜欢 这个 在按摩店做的时候 给多名 这个男性 在一起 同时在一起 不知道了解真相的 齐的龙东墙 吃花生米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不香了 晚安 马卡巴卡 晚安元宝们 拿起来 这样 可以 那